在昨天 邵宇薇发挥超水准实力 成为唯一全队晋级的过关者 而跆拳倒设代表黄敏修 在运动之外 他更展现深不可测的历史知识 凡快向刘邦劝谏何事 凡快是刘邦他老婆女后的妹妹的 厉害 的老公 厉害 然后刘邦当初先进入关中 然后他订定了三个条款 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想说在那个地方等向你过来 然后可是凡快就是跟他讲说 不能这样 就是你不能留恋在这个地方 应该进行动力下一步 而今天社团风云人物 更将以擅长的领域 来破解制作单位的难题 罗生门一词 最早指的是什么 黑泽民在拍他的时候 把罗生门的故事跟出头状混用 他们原本是在衙门受审 然后他们就把场景拉到 金城门那边受审 领域都讲出来 那其他还要回答吗 对 下列的篮球裁判手势中 哪一个不是范辉的手势 一是先打 二是推 然后三 应该打手 四是那个 篮下三的 三分应该是要举上来 而且两只手 一只手是要投 那进的时候比另外一只手 嗯 对 所以就是 他比下面是篮下三的 赤士战火将持续延烧 10万元倒数4天 欢迎收看第二集的 金头脑 昨天淘汰了三位 恭喜27位 过关者 恭喜 前面是1到15号 今天赛事是16号到30号 各位既然是又会玩 又能念书的同学 要好好表现 第一集表现得相当不错 是 我们第二集的 有很多细色的 我们可能没看 30号余博焱 您是魔术社的还是 我是话剧社 话剧 话剧 你参加话剧是几年了 四年 第四年 今年大四了 我大四 所以表演很丰富啊 还 还蛮多机会可以演出的 所以以前就喜欢演戏 对 然后我们主要是演 就是在小剧场演戏 嗯 然后另外我还有双组秀 一个表演艺术学程 就是 所以我就 学更多关于演戏的东西 哦 那将来一定是投入我们演艺圈啊 对啊 是 有他们热舞社冠军的 我们就请他下来秀舞了 你今天也有带来表演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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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有 算有吧 来来来 你先想想 这同学啊 既然又会玩又会念书 要好好秀一下才艺啊 考考你的功力怎么样 接下来 两位主持人 将和于柏燕 来一段即兴的类戏剧演出 究竟三年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爱情文理悲喜大剧 女人花 儿子于柏燕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父亲瓜哥同时爱上舞女吴亦佩 而这段禁忌的三角关系 究竟是命运的纠缠 还是感情的纠葛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各位老板董事长 今天一佩非常谢谢各位来朋友的场 今天又是满场了 希望今天的表演大家会喜欢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谢谢 一佩一佩一佩 你今天表现得很好耶 博焱 太想你了 我不是跟你讲很多次了吗 我现在在工作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上课 你不要再翘课了 不要一直过来这边找我 可是我真的很想你啊 我想来这边看你表演 博焱 我也很想你 我们等一下去吃严肃鸡啊 我已经跟你讲了 今天我在这边上班这么辛辛苦苦 我所有的钱都是让你去缴学费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念书 将来毕业之后 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然后包取回家 我们过一般正常人的生活 幸福快乐好不好 拜托你答应 好 那今天就是我最后一次 巧克力来找你了 你最好 来 黑档 黑档 来来来来 黑档 很久不来 黑档 我最尴尬的那个姨佩 姨佩 佩佩在里面 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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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黑档 来来来 黑档 来来来 黑档 来来来 谢谢黑档 打算一千块 谢谢 黑档 你一千头了 我让人家照顾 谢谢 你没赢 佩佩 姨佩 我告诉你 黑档很久不来 好好按 是 好 他处理 大家要纪念心拿五千 哇 很棒 很棒 多少 哇 你怎么在这 爸 爸 你怎么在这里 你现在不好 你不去打车 你怎么在这 蛤 我 我来 是朋友 找朋友 你吃狗鱼就可以了 没有 爸 他是我女朋友 谁 她是 姨佩 她是你女朋友 对 你看你的外型 根本像姐妹嘛 女朋友 没有没有 我们真心相爱 她是 她是 姨佩 她是我爸 姨佩 我包养你这么多年 你外面养小白脸 不是 我 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之间的关 关系 爸 你就成全我们吧 等一下 你是我儿子 我每天供你学费 不念书跑来舞庭 蛤 你这个不好惊 不过爸爸今天很欣慰 爸爸怀疑了20年 一直以为你也不会喜欢女生 没想到你还偷偷吃三碗公 点点吃三碗公 米培 你过来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不是 不是什么 我每天 白黄黄的银子给你 你在养小白脸 你想气死我 你直接不要怕 不要再说了 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在一起 明天 我就买飞机票 让你到美国你也说 我拆散你们 爸 不要 爸 爸 不是 快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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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不是 不是你跟他 什么东西 是你 你不叫我 你不叫我 爸 爸 等一下 不要拿到那里 你会拗 不好意思 你这个不好惊 你剩啥 爸 你就让我们在一起吧 在一起 门都没有 我送你到美国念书 不要再讲了 我不要去美国 拜托我们是真心相爱 麻烦你高一点 我偷笑 以前你都没有对我这样 花了那么多钱 我先叫你到海边 你都不肯 现在自动送到海边来 拜托你 你们两个想吃一次吗 不要再说了 我一定要把你送到美国 才会散你们 爸 既然你那么喜欢他的话 那就夾去拍啊 你说什么 有种你再讲一次 不是 你就夾去拍 大声一点再夾 如果你那么喜欢一拍 你就夾去拍 等一下 来 鼓励一下 他很不错耶 他 不過年轻人啊 年轻人还是有点 节奏上的问题 不过还不错啦 因为他台语不擅长讲 是 这个像不像本土八天的 对啊 如果讲台语就超好笑的 有点紧张 有 考试合格了 谢谢博焱 谢谢 谢谢 看完两位主持人 何于博焱的演出后 是否也觉得参加社团 学习到不同事物 其实对大学生 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而在轻松的喜剧之后 比赛也将正式开始 第一组上场的五位参赛者中 张嘉玲以及吴思婷 身负着青大事物社的期待 千来称赛 究竟他们能否有好表现呢 大家好 我们是青大事物社 今天派出我们的高手 王伟一 张嘉玲 吴思婷来参加比赛 让我们来为他们加油 青大事物社 加油 好 让大家比赛轻松一点 刚刚演完之后 大家还是表情很紧张 对 对 王庭颖 来麦克风呢 你是大学生吗 对 我是国中刚毕业 没有 其实我应该算大二 大二 大二啦 这种身高参加什么样的 社团 雨球跟动漫游戏 也打雨球 对 杀球有问题吧 短球比较好 是 那林靖恒是成大 对 也是去台 今天成大来的不少 对啊 组团一起 舅团一起报名 那真的谢谢你了 你是什么社 乔益社 乔益社是乔牌的 对 对吧 我刚刚是不是上一集 打乔牌的 他有象棋社的 西洋棋的 也有这个乔牌社的 还有我们的是不是 张嘉玲 世界民族 世界民族舞蹈社 你是跳民族舞蹈 就是 就是不只啦 就是他有各国 各国的 类型的舞蹈 那你擅长是哪一个 我擅长的 可能一些 就是 流行的NV舞吧之类的 奇奇怪怪的 他现在不太敢讲 因为我们怕他出来秀 对 要把他丢臉 他读文 然后就要出来秀 抓出来秀 我们还有其他同学 可以教别人秀 对啊 他也是 他也是 自己不秀就算还推给人家 推别人 我也是世界民族舞蹈社 对 他说你会秀什么 我没有要秀什么 他乱讲 他什么都会秀 对 因为前面一两集吃很重 对啊 前面的舞蹈 今天那个话剧 大家都吓死 对 大家说我不会 我不会 欢迎回来了 请准备 请出题 越来越多航空公司 在飞机上 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但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座位的讯号强度不同 美国波音公司 测试评测中心 会测试人体 对于讯号强度的影响 必加以改进 所以波音公司 使用其他东西 替代人体 并扮演乘客的角色 请问 波音公司 用什么 代替人体的角色 一 假人 二 马铃薯 三 棉花 四 蒟蒻 请作答 通常选二 所有人都选马铃薯 二 其他三个好像都是死的 然后就马铃薯它才能反应出来 你有没有 就是马铃薯它还是可以生长的东西嘛 所以它才可以反应出来 有没有 影响 其他应该都没办法反应出来吧 我是想说 因为如果要代替人体的话 跟人体应该要相符 那我想人体是属于有机的结构 那 这里面看起来马铃薯也算是有机体 然后所以我才选马铃薯的 一字选二 请公布正确解答 2 马铃薯 看来大家对这则新闻都很清楚 在2012年 波音公司 为测试飞机无线通讯系统 而工作团队 判定马铃薯 对电子讯号 会产生跟人类类似的物理相互作用 故将9000公斤的马铃薯 放置在厨艺飞机的座位上进行测试 接下来将由初题来宾妮安东 来为我们演唱初题 究竟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题目 来考验大家呢 真的 我认为她要去找 我认为她不想唱 我认为她有错 我认为她有错 我认为昨天 Today Yesterday 這首Yesterday 是英國樂團劈頭詩 相當有名的歌曲之一 請出題 請問 請作答 這題有不同選項的 你來先宣布這題的答案 我們再來介紹 我要宣布答案對不對 請公布 所以 這是 Bernie Lieden 更影響後代音樂人 而伯倪麗登 為美國搖滾團體 老鷹和尚團的吉他手 他們所發生的歌曲 加州旅館 曾拿下葛萊美獎 年度最佳單曲 並在1998年 進入搖滾名人堂 被認為是美國本土 最偉大樂團之一 梁安東今天這次來 對 我來宣傳我的新專輯 好酷 這是第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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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冒出來 想說我忘記帶 第三 第四張 我的第三張專輯叫做Friends 對 想交朋友 是 這次就是 透過音樂我有跟 很多網友 完成一些歌曲 一些新的作品 所以 年東與Friends的觀念 把歌曲我覺得 給我非常非常多的意義 所以希望這個可以 鋪一個新的層就是 現在歌曲都出來 現在網路上 我們可以完成很多新的 有 不同的 火花的一些作品 不同的互動和火花 火花 所以你說你在寫這些 這些歌的時候 是網友給你的一些意見嗎 沒有 我們寫完之後 請網友錄音 然後上傳 然後我們從網路上下載 然後剪在一起 放在歌曲 很有意義耶 很好 哪一首歌還是都是 而且便宜 全部都是愛 那個一切都是英文愛 有收集 大概七八百個粉絲的聲音 在裡面 所以這張專輯是結合 他的粉絲一起來呈現的 是的 他們非常有意義 很棒 這個做藝人本來就要經營你的粉絲 是 愛與多多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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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所以正確解答是四 有兩位選對了 是 來 接下來議題請準備 請出題 購買玩具的欲望 請作答 我先刪了 我刪了二號 然後三號我也刪掉了 因為對另一半的條件要求 如果變成一個病症 我覺得有點奇怪 感覺是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就選一跟四 然後我覺得都是八比 所以我就選了四 八比就是很高啊 然後就是身材也很好 所以 他應該就是要要求很高 不然旁邊一個 愛愛的男生配他 就是很奇怪 好 唉 他不知道在罵誰 林靜恆選擇一 努力追求無法達到的身形 呃就是 其實二感覺不太像 然後 三的話 因為肯尼應該是 後來才被創造出來 所以感覺 用他來形容 那個條件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他只是為了迎合八比 造出來 然後四次因為 無法滿足欲望有很多種 為什麼 一定要特別選一個八比來 代稱他呢 所以我就選一 好 努力追求無法達到的身形 身材 八比正好群的患者 會希望自己 有像八比娃娃般的完美外表 和生活方式 患者多為青少年女性 儘管八比的身形比例其端 但她們仍希望像八比一樣美麗 而嚴重患者 會不停地做整形手術 經過統計後 青大事務社的張佳麟 已兩分晉級 但夥伴烏斯婷 卻不幸落入失敗區 究竟事務社會在今天 損失這名重要的戰比嗎 緊接著五位參賽者中 參加台大模擬聯合國社的 陳廠鴻 英文是他的強項 而這是否 將成為他晉級的力氣呢 21號 你好 台大 我是很好 你也是話劇社啊 對 那你剛剛覺得三嫂演得怎麼樣 很有相處劇的風格 相處劇 對 你覺得應該不應該要學一些台語的 應該 學一點會比較好 你會講嗎 會一點 我剛剛早知道就讓你來演 不會 我演技可能沒有他那麼好 這話蠻酸的啦 那你話劇演幾年 我現在大二 我加一年了 有什麼作品出現嗎 我們每年都有兩三出公演 然後前一出公演我有參加 當演員的角色 那個劇大部分是什麼 悲情喜劇嗎 還是 我們在講一個就是 家庭壓迫的故事 那很適合我們剛剛家庭壓迫 是啊 說不出話 很怕被Cue出來 陳場紅 也是台大 對 現在是 我是模擬聯合國社 蛤 什麼叫模擬聯合 就是每個人會被分配到不同的國家 然後你要以那個國家的立場 然後討論一個議題 講是講中文嗎 講英文 就是 對那個會議是通常都是 每個人都要穿西裝 然後就是類似真正的模擬聯合 高峰會就對了 就類似那種感覺 那就 所以不管代表英國 日本 美國或者是什麼 都講英文 然後可是你是代表那個國家的外交官 所以你要用那個國家的立場 來對 來講出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看法 有點像英文上辯論 對類似那種 臉要塗黑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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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話句是 話句是 話句是 他們是 上台會有一個牌子 就表示你什麼國家 那你辦過哪一國的 我其實辦過那個葡萄牙 葡萄牙 然後摩里希斯 Dear Ambassador Can you introduce your country to the whole wide world? Mauritius is located in southern Africa and it's a small country so it doesn't have a very powerful right to declare some to order some other country to do something but it's just a small country OK so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issue for your country right now I think AID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our country 他講的就是艾滋的議題對不對 不是不是 你剛剛講的是什麼 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是艾滋 就是在非洲通過艾滋都很好 真的喔 對 他講AIDS 對啊 我沒有聽到有AIDS 他問他你們今天出來要談些什麼 對 然後問他說你們國家現在最熱門的政治議題是什麼 對 然後他就講說他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AIDS 對 隨時抽考他表示這個 厲害耶 對啊 有這個設定 聽完張兆志與陳長鴻的英文對話後 大家是否也覺得社團奉運人物 並不是只會玩樂 其實他們參加社團 也有許多學術交流呢 請準備 請出題 羅生門一詞 是指大家對事件的說法不一 典故來自1950年 日本導演黑澤民的電影《羅生門》 此部電影也獲得奧斯卡榮譽獎 及現在的最佳外語片 請問 羅生門一詞最早指的是什麼 一 羅生建造的門 二 鬼門關 三 京城門 四 澡堂 請作答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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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只有一位 丁鍾翰 羅生建造的門 對 因為我就是覺得 就是直覺 有時候可能就是會對 對 蛤 只是靠直覺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如果想太多反而會 誤解他的意思 所以我就直接就羅生建造的門 說不定會可能對 這個故事原本最早其實是叫一個祖手中的故事 然後黑澤民在拍他的時候把羅生門的故事跟祖手中混用 那就讓那些獸型人他們原本是在衙門獸神 然後他們就把場景拉到京城門那邊獸神 對 所以應該是三 有典故的 典故都講出來了 那其他還要回答嗎 對 因為場紅馬上搖頭耶 請公布正確解答 厲害 李嘉勳不愧是話劇社的議員 這一題他解釋得非常清楚 羅生門 在日文指的就是金城門 而這部電影 改編自《借穿龍之介》的小說 劇情敘述武士的身亡經過 但劇中人物對事件各有說法 令劇情更加迷離 而這也是羅生門義詞的由來 請出題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種皮革 做成的薄金包最貴 1 鱷魚 2 鴕鳥 3 蜥蜴 4 牛 請作答 4牛 沒人選 我是用3去發 我把4 3加上牛 蠻常見的 然後鱷魚皮的話 好像很多包包也是 都是用鱷魚皮做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很貴 然後我是2 3再選 然後我覺得鴕鳥皮還蠻少見的 所以說不定它是很貴 西皮更少見不是 一隻才那麼小 可是 可是 對啊 對 而且蜥蜴抓它還會手來手提 有點要抓 對 因為蜥蜴只是小的鱷魚而已 這樣皮少嘛 鱷魚一定會比蜥蜴貴 就是因為鱷魚可能正常 對 一般都是少的皮結合才會比較貴 對不對 對 所以它想的是鴕鳥 選擇1的丁中翰鱷魚 因為我覺得鱷魚的皮蠻硬的 所以就是如果以它耐用程度的話 如果越耐用 那我覺得它會越貴 因為你買一次就可以用很久 因為我覺得鱷魚很像是保育類的動物 那如果用它的皮來做的話 應該就是會賣很高價 請公布正確解答 法國知名品牌 愛瑪士推出的薄金包 一直以來都是女生們夢寐已足的 而各種材質當中 以鱷魚皮質最貴 但為什麼鱷魚皮所做的包包會這麼貴呢 我們請來精品店經理來為我們解答 野生鱷魚皮 因為它的取決不易 所以它的單價也會比較高的 一般鱷魚皮 也有分大隻的鱷魚 跟小隻的鱷魚 還有呢 小隻的鱷魚的皮革呢 它比較柔軟 然後呢 也富有彈性 最重要的是它的皮穩也相較於比較小 所以小隻的野生鱷魚的皮革 是非常的貴的喔 那目前呢 在官網有記載的話 是在美國的拍賣會上呢 有一顆全球只有101顆的薄金包 那顆薄金包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用最頂級的野生鱷魚皮質 而且呢 它是小鱷魚喔 主要呢 它上面呢 它在所有的扣環上面 都是用18白金相滿了鑽 所以那一顆呢 最後呢 在拍賣會場 拍的價錢呢 是高達6千多萬台幣 也是目前全球拍賣會上最高的 國金包 下面一題請準備 請出題 小鋼 小鋼 在農曆初四的傍晚放學時 看到一輪明月 坐落於西方 請問 小鋼看到的月亮 應該是下列何者 請作答 好 小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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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初四的話大概就是 眉行星月吧 所以 比較像眉毛應該就是E 就是老師有教過說 怎麼記上學月下學月 就是 大家只要記三個單字 D-O-C D D 對 D的缺口就是 就是往左 那O就是語言滿月 C就是下旋月 所以你只要看到 比較像這樣的話 就是上旋月 對 那因為 那個 剛好初一的時候是 沒有月亮 那這樣會越來越多 所以那初四應該不會比 一不會比二還要多 那個 亮的部分 我懂你意思 下旋異就是初四 比如說 初二十五六的時候又變上旋異 初二十五六可能就是像三的這樣 像三 那個是初十四 十三十四 對嘛 這個都沒超過十五的啦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下旋異如果相對上旋異就是 二十六 對 快要到三十了 一四有人選 二三沒人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一 已經滿分成績晉級 展現出第一學府的實力 而他也成為熱門冠軍的人選之一 這場的參賽者中 台大近年社的楊丞翰 他的同學陳炒宏 在第二組當中不幸落入失敗區 究竟他能否為同學奉回面子呢 好 歡迎這一組了 我們台大陳躍昇 推理小說這個社團 對 主持人好 我是就是 我們有 我是參加兩個社團 射箭 一個是射箭 那射箭就是 對 我們會每次射課都會練習 就是只是慢慢調遠距離這樣子 對啊 那射箭 一般都是要參加奧運用 你們是要打獵嗎 沒有 我們 我們學校會定期辦比賽 那也會跟外面的學校一起比這樣子 那是一個比賽對不對 對 就是會有比賽 那你覺得射箭對於你 某些方面有什麼幫忙 對 覺得就是 怎麼講 就是 因為其實我以前看 是看《魔戒》這部電影 那我就很喜歡射箭 很酷就對了 很酷 很酷 對 我想說試試看這樣 所以眼力要多少都沒關係嗎 對 因為他有瞄準器 然後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沒有啦 其實他就是拋物線 對 不能去瞄目標 因為瞄目標的上方 對 可是我們現在 一開始練是比較近 那比較近的話就還好 可是遠一點的話 你就要稍微 你現在可以練到幾公尺的 沒有 其實我大概 大概十公尺而已吧 你會想到深山去練動舞 對 看有沒有機會 會想吧 對不對 練三豬啊 其實會 他有工業他會想去 對啊 對 但是合法的練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退離小說研究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會 就是學長姐會 講某個特定的主題 比如說像 像《東野龜舞》 他的作品風格 我很喜歡 對 我們就會討論這種 作家跟作品這樣 是 難怪他剛剛 在前面幾天呢 他想說詩巾 對不對 講到那個叫 金始皇 小星 對 周文王 他說詩巾 年代比較早 對 我們喜歡他們推啊 就是推理 知識也要靠推嘛 對 來 健顏色 楊丞翰 楊丞翰 楊丞翰好 健顏色就是講很賤的話 這個我好適合參加 健康文件 健康文件 他是像高中的辯論社 所以你是辯士 對 有拿過獎嗎 高中的時候拿過全國辯論賽的冠軍 哇 那你還記得辯論的議題是什麼 我國 我國 我國應廢除 我國應停電第一次龍門發電廠 蛤 龍門 龍門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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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停電的發電廠 有的是贊成 有的是不要 你是選到哪一方 其實正反方都要打 所以要一直交互看不同的資料 然後去比對 然後去找出比較適合的論點 所以當你是要贊成的話 就要說贊成的話 嗯 不是的話就要極力反對 對 所以不怕矛盾嘛對不對 嗯 就是 比較少會用自己的論點去撞自己的論點 怕會就是產生一些 就是自己也會矛盾起來 可是我們現在政黨常常是矛盾 執政的時候是說以後 他在野的時候又不一樣了 應該是說站在什麼位置上面 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思考 對 陳大你好 你是什麼 也是 細籃 細籃 你是隊長嗎 不是 不是 你打空球啊 我以前想要打中鋒 可是長不高 個子不同 比較靈活嘛 對 像小跑車一樣 就小小隻 然後那邊 就是 愚弄大隻的 鑽來鑽去 破壞了人家的節奏就對了 這樣開心 對 王偉宜是清大的 你好 瓜哥好 什麼型 我是世界民族舞蹈社的 你跳民族舞蹈 熱舞社就是社費太貴了 就會選擇加民族舞蹈 那你可以不用選擇 你一定要選擇就是表示要追上流行就對了 那你會跳嗎 會 會 就是會跳很多類型的 非洲啊 踢踏舞還有 中國舞功夫舞之類的 都會 踢踏舞 我沒有聽錯 踢踏舞很難耶 就是有練對不對 只是也是 不是很強 是 對 什麼舞都練 很厲害 而且這個比較酷啊 那個熱舞很多人都會跳 踢踏舞就不是每個人都會跳 踢踏舞太難了 超酷的 我們相信我們製作單位會拍一段給大家笑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是是 來 博焱已經介紹過了 剛才演出 請準備 請出題 歐陽修所說的三上 一 側上 二 馬上 三 枕上 四 船上 請作答 哇 全部的人都答 四 船上 是側上 枕上跟馬上 對 就是他會 對 就是他用來思考的時間 大概就是 側上 枕上 就是如側的時候會想一想 對 就是沒有聽過船上那個說法 我覺得他是因為他那時候要講山上的時候 就是講 大家平常比較不會拿來思考 或是比較不會拿來讀書的時間 所以在船上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會有空閒的時間 也都會 想一些事情 或讀一些書 可是相對於來講的話 其他三個 比較起來 平常大家可能就會 在 可能就睡覺或上廁所 或在馬上就轉天的 就是 架馬之類的 所以就不會 特地去想事情 所以他是想要在 原本有在讀書之外的時間 在額外有其他時間 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請公布正確解答 四 船上 厲害啊 這一組 請準備 請出題 曬納河 曬納河 將巴黎分為左岸與右岸 請問 下列哪個巴黎景點 位在左岸 三 羅浮宮 二 羅丹美術館 三 香榭麗社大道 四 凱旋門 請作答 好 只有選三跟二兩個答案 我會選三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像剛才就是主人講 就是可能會想要煮完咖啡 然後想要就是 哪個地方感覺比較適合喝咖啡 所以我才會選三的 選擇二 三都有 一 四名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恭喜 浪漫的巴黎 一直是旅人們所嚮往的城市 而美麗的塞納河 更將巴黎分為左右岸 再右岸 有著象徵繁華文化的凱旋門 香榭麗社大道 以及羅浮宮 而著名的羅丹美術館 則位在左岸 同時 它也是左岸藝術人文的精神指標之一 請注定 請注意一下畫面 一場籃球比賽中 需要有專業的裁判 在場中判斷得分 及犯規 請問 下列的籃球裁判手勢中 哪一個不是犯規的手勢 請作答 下列的籃球裁判手勢中 哪一個不是犯規的手勢 請作答 哪一個是贏嗎 哪一個是 一是主擋 然後 二是推人 然後三 應該打手吧 然後四 四我不知道手在比什麼 四 可是每次一投他們裁判會這樣舉手是甚麼意思 只有三分球 還沒進之前他舉起來跳他就會這樣 對 三分球才會 他會先舉 就是有沒有進這顆就是三分球 有進就三分沒有就沒有了 進的就是兩隻手 所以投的時候要先一隻手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三秒唯利不是犯規的手勢 唯利只是求全交對方而已 對不對 那如果還有像這個托詞進攻呢 延遲比賽 就是他會直接比就是18秒沒有過半場 那24秒是那個會有 就是正常的正規比賽會有那個 設備會去明敵很大聲 攻下籃之後要回攻的時候 現在有個新的判例就是說 你延遲比賽 拖延比賽 對 就是現在NBA進的先規定就是說 你當你球禁了之後 然後你現在你球禁愛隊不能再碰球 裁判也不會碰球 是你敵方要回攻的時候才能拿球 所以就完全是自己 他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兩個同一隊 這個一貫籃下來的時候 我還拿著球在裡面 拖延時間 拖延時間 所以不能再碰球 那對方就要法醫可求了 球權還在對方就對了 是體育主播嗎 對 對啊 對齁 剛剛忘了 沒有 把機會給我關掉 留給同學 請公布 去一下 4 對 好 3秒為力 球權換對方 這一組呢 26號2分 27號1分 28號3分 29號2分 30號2分 只有27號是1分 27號請到失敗區 接下來進行敗部復活 分組積分賽結束後 更有6人落入失敗區 他們將馬上進行敗部復活 最終將有3人會遭到淘汰 看得出這一組6位都 非常有壓力了 昨天剛好6 今天也6位 我們就3位 請準備 請出題 自古以來 有幾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 文學家 在晚年時 有著各種原因而自殺 但他們的作品 卻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 請問 思婷 4 貝多芬 貝多芬 對 或錯 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復活 剛剛在上面真的是緊張到 快要死掉 對 希望接下來的比賽 可以再接再厲繼續 賣下10萬塊 謝謝 請出題 或許大家都鮮少聽過 量子電動力學 此理論是現今奈米科技 半導體 超導體的基礎理論 提出此學說者 因此獲得諾貝爾獎 更擁有奈米科技之父的美名 請問 奈米科技之父是誰 1 法拉第 2 霍金 3 傑綠略 楚仁偉 4 3個都不是 所以他猜4 隊伍總 抱著風險 沒聽完就搶答的楚仁偉 究竟他能選出正確答案嗎 他字還沒唸 他就猜4了 看來楚仁偉 運用的搶答策略 是正確的 理查費曼博士 為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 他所研究的 量子電動力學理論 以及費曼圖 對近代物理界 有著深遠的影響及貢獻 而他也因此研究 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並被尊稱為 奈米科技之父 請準備 請出題 不打不相識 比喻經過爭執後 彼此感情 反而更加要好 請問 不打不相識的典故 出自下列哪本小說 1 水浮傳 2 直接搶了 來 水浮傳 水浮傳 對或錯 恭喜 加油 看來陳廠宏 在最後一題大爆發了 而不打不相識的故事 出自於 水浮傳38回 故事中 宋江 代宗及李逵 到江邊的琵琶亭酒館喝酒 不料李逵 與漁船主人張順發生爭執 後來代宗前去勸架 三人去見宋江後 宋江使他們成為朋友的故事 好就是 因為我本身很愛看這個節目 然後因為這個節目 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 好 第二關 第一關台上其實也不算可笑 因為學到還滿多 然後其實也認識還滿多人 因為覺得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然後就是那個北一的代表 請加油 北一的 其實今天各位來也是社團的一種嘛 對啊 對 就學到很多 對 謝謝妳 不會 交大謝謝你 我很開心 就是我私有叫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就是來這邊 雖然就是交大只有我一個 然後剛剛其實水浮賞我會 然後只是賣了一排 對 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 就是以後如果還有適合我的 那個主題 我還滿想來繼續挑戰 交大只男妳一個 嗯 哇 那妳來不會緊張 其他還成群結隊比較沒有壓力 對 今天有交到朋友嗎 有 那就很棒啊 好 怎麼辦 就 呃 因為其實之前大一競技能我有抱 就沒有上 然後我同學拿冠軍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希望他 就我希望這次也能來參賽 然後雖然很可惜 在第一階段就被淘汰 但希望就是 接下來有兩個朋友可以繼續 繼續吵下去 希望他們可以拿到獎金 謝謝你們來參加 謝謝 謝謝 歡迎送三位 謝謝 第二天賽事也是淘汰的三位 恭喜二十四位過關者 金頭腦明天見 乾杯 今天比賽的強度 遠勝以往 連名校搶著人 也不幸在此落敗 而明天 將會是更殘酷的搶拿淘汰代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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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五萬塊 大家記得請我們吃飯 大家都看到了 五萬塊 我也要五萬塊 這樣我也要五萬塊 YA 好 我兩萬五就好 我兩萬五就好 兩萬五… 好 謝謝我會加油 謝謝 謝謝 比賽的壓力太大 導致參賽者挑釁回答 蛤啊 真的蛤啊 指的是下列何種生物 家寧 生蠔 生蠔 對 生蠔 你自己一個人自己的自己 要說多久 請鎖定明天晚間十點 超市金頭腦